今天為大家自駕車型 CMW 我現在人是在日本九州的 歐洲 光那個排氣回家 OK 看到我後面有兩輛 看了有沒有 保時捷 撥了兩輛車到我們長期試駕 鑰匙在我手上兩顆 那我一個人沒辦法開兩輛車 所以乖宜 來 我準備好了 妳準備好了 對 我也有一支 這個不是現在用的 長期試駕 走那輛開那輛 就把我日常生活跟輛車的互動 就開始這樣 對 那好 我們話不要太多 那抽鑰匙 抽鑰匙 這邊有兩支鑰匙 我也不知道哪一支是哪一支 好 來 抽一支 這支好了 蛤 為什麼你要這支 這支啊 這支比較漂亮 哈哈 不要這一支 好 你按 這一支 按 按這個吧 隨便按 好 這個 耶 這是什麼藍 媽咪了 好 媽咪了 上車再見 等一下我們要上車之前要先那個 要先量一下胎壓 小二 來來來 要先量胎壓 量胎壓 好 我們把胎壓弄到正確的胎壓值 這樣這幾天怪語 除非爆胎壓他們都不用量了 所以一台是S嗎 然後一個是一般單的 妳是S啦 妳命比較好 可是我們還是要換車喔 我這個是S嗎 這個是S 那我這個綠色的這個是一般的 一般版的 然後 給妳GoPro的目的就是 無時無刻使用GoPro拍妳 我們不做新車試駕了 我們就拍妳跟這台車相處的心得 生活中跟它相處 融為一體的過程 不管是一個心理箱空間好不好用 或是哪邊有什麼瑕疵 哪邊有什麼缺點或是有什麼優點 好不好 無料試駕 不用日出費的 這是很想要入手的一台車 對這個是冠儀非常想要換的一台車 對 我看一下原廠是多少 原廠的在這裡 前33後36 PSI 多少 現在多少 240 可以啦240可以 那就夠240 後面36大概250喔 量一下後面看看 這兩個胎圈一樣嗎 一樣 尺寸一樣 好漂亮喔 260 他幫我們打好了 好啊 那就四個人稍微量一下就好 剛剛我已經拿到車了 然後胎壓後來上高速公路看 他是正常的 高速公路這一段 因為我把里程歸零了 包含油耗都歸零了 現在的平均油耗是1公升跑12.3公升 這個就很重要 開車真的 我看好多台車就是因為西塞的關係 在高速公路上就緊急煞車 然後我很喜歡馬康的後置鏡的設計 他的位置 還有前面這個小三條床 讓你的整個開車的攤位是很方便 很棒的 很謝謝姜偉哥 就體驗這台Porsche的新延式的馬康 然後其實開起來 剛剛在市區巷洞之間開了一下 其實並沒有所謂的笨重感 很狹窄的巷子 其實開起來也非常的靈活 那整個車身的底盤設定什麼的 因為雖然它是一台SUV 但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晃動感 其實跟我目前現在所開的轎車 然後偏舒適的設定 其實我反而覺得這台馬康的底盤設定 反而是讓我覺得更紮實 更有信心的 那在一定的速限範圍內 然後可以享受到這樣的駕馭感 其實我覺得這台馬康真的非常不錯 這台車其實它的油門反應 跟變速箱搭配都非常線性 那並不會有所謂的重託感 在市區周周庭庭庭的入口狀態之下的話 也都非常的順暢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車子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 前面車子開始好像要加速 然後身材一點油門 它跳檔 然後突然要煞車的時候要退檔 所以會變得有一點頓挫 哇那這台車其實 那個反應其實是都很線性靈敏的 會有達到我的需求 只要測試一下這台車 它的那個家庭空間表現 然後就現在把我的小朋友 放在車上看看 看嬰兒氣座放下去之後 它的那個空間的表現就好 好其實現在好像大門開口 這個大門的開口寬度好像 其實蠻適合 就是上下 上下一秒 我們來實測看看 實際空間表現 在前座我太太副駕駛座的 副駕駛座的那個 姿勢調整之後 其實都還有 其實空間都還很充裕 接下來我要把這個車架放上去 哇要放狠的 這個車買太大 這個車買太大 大輪的 不過其實跟我的轎車比起來的話 其實這空間真的大很多 我這邊還可以再放一個 登機箱行箱 那這邊空格的地方 還可以放一些 零零零零小寶寶的東西 然後下面應該還有一些空間 下面還有一些零零三閃的置物空間 所以我覺得都很不錯 現在在測試這個高速行進間 就是高速公路的行駛 其實現在車流其實有點多 其實也是有點走走停停的狀態 那如果前面車距拉開的話 我再加一點點油門 它其實就可以馬上跟上去 那如果要適時的減速的話 它其實變速箱跟油門的反應 就是可以順順的讓我降速下來 還有煞車的反應 我是覺得還不錯 現在車距拉開了 我想要多踩點油門 那也可以馬上跟上車距 速度到了 然後讓它滾系 那變速箱 大概也沒有頓挫的感覺 煞車也很線性 我覺得收法還不錯 那現在變換車道 就不會有所謂的那種 有點像日系車系那種搖晃的感覺 我有點不安心感 就是很穩的就切換車道 過這種狹窄彎道的地方 其實它那個整個四野設計 我不會覺得有死角 會覺得怕怕 結果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它車身的四個角落在哪裡 那 唯一比較敏感的就是 它這個前後的雷達很敏感 像我們現在在下坡 前方無阻礙它就一直會叫 所以其實非停車的時候 我都是把它設為關閉的狀態 那就是經過這兩天的試駕 這台新年式的Porsche Macan 那其實我覺得 先從空間方面開始講好了 那其實我一開始會覺得 可能後座會稍嫌不足 但是其實實際 就是把載了家人一趟之後 把嬰兒騎坐裝到後座 其實發現其實還蠻游刃有餘的 那我現在是以我 舒適的坐姿 然後來駕駛這台車子 然後其實後座空間其實還是非常足夠 那這點是其實讓我非常驚豔 然後再來後箱的空間 那就不用講了 其實非常綽綽有餘 那對於有小家庭需求 或是債務需求來說 其實這空間對我來說非常夠的 唯一我想要講的 讓我驚豔的方面 就是它油門跟煞車的壓力點的設定 它的踏板壓力的設定 讓我覺得非常喜歡 因為它就是非常讓你線性的輸出 然後你踩它的深度 它的引擎變速箱 就隨著你的需求 給予你需要的動力輸出 或是自動力的輸出 它表現得非常好 讓我覺得非常喜歡 那這兩天我的好朋友 就是長榮機師 他之前是開LASUS的NX 然後後來換房車 那因為現在當爸爸 他又想要買SUV 所以他跟我借了兩天 去體驗一下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兩個加起來 目前的行駛地程 還有油 大家最關心的油耗 我們總行駛時間是5個小時29分 行駛的距離是149公里 平均油耗是1公升跑8.6公里 然後我們的平均時速是30公里 這是大概的原廠行車電腦的設計 那我現在要去灌制 因為我這台車還有開好幾天 加上過幾天要給灌椅跟他換車 所以我要去把這台車 因為他新車來的時候才跑3000多 那來的時候啊 直接就可能洗幾車做做小美容 玻璃上面都是油膜 你晚上開車 尤其像我這種 要帶這個老花加上閃光眼鏡的 所以變得是晚上開車會很痛苦 那只要車在我手上超過一個晚上 我都會去清油膜 為什麼 因為清油膜大概只要花 你如果去一般的投幣的 你大概就投10塊 清一下潑一下水 然後去擦一擦 再花10塊 把當初那個藥劑清掉 如果你不洗車的話 其實這樣就可以上路 然後你晚上開車會有很大很大的差異 通常我們買車的時候啊 都會看看自己家裡停車的狀況 然後像我們家這邊啊 它就是比較 就是我的停車場是用回旋式的 而且它是屬於單行到雙向的 如果說車太大的話 基本上就可能沒有辦法開進來 或者是說你要技術好得不得了 然後精神狀況非常好的狀況底下 所以呢 我帶著大家看一下 這個可都是 新台幣堆出來的痕跡 天啊 它這樣擦狀 好多喔 好多擦梗喔 因為我們的車道真的是還算蠻小的 連這裡啊 都被撞爛了 台灣在10月1號之後 有很多的交通行程上 包括其中有一個就是 比較多人辦的 衛衣規定使用方向燈 那所謂的衛衣規定使用方向燈 尤其是現在台灣使用國道機率很高嘛 那如果你現在衛衣規定使用方向燈的話 它會加重刑責 還有加重罰金啦 就是以前是可能900到1200 現在是超過1200行票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 那所謂的正確使用方向燈來說 因為前一陣子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有一台車秒切方向燈之後 秒換車道 如果你要是秒打方向燈 然後秒換車道的話 這個也要受罰喔 那所謂的不能秒換的話 大概要多久呢 那我們在節目中說 就是提醒大家說 最好是你打方向燈之後 大概10 2 3 4 6 7 9 10 好 看到呢 這個後面的距離距離我很遠對不對 所以我就慢慢的切換過來 還不能迅速的切換 好 我已經到車道正中央了之後呢 才可以 因為這是屬於超車的內線車道 那當我要再出去的時候呢 那我也要大概數差不多10下左右 然後我前後的所有的車輛跟我都是屬於安全距離的時候 我才能夠再慢慢的切到我想要的車道 然後正確的 比如說你跟前方要保持多少的安全距離呢 我們有研究了一下 就是現在你看到這個路標啊 上面不是有什麼 有黃色的圈圈嗎 10個圈圈就代表1公里 10個圈圈代表1公里 所以呢 1個圈圈就是代表10公尺 是嗎 不對 1個圈圈10公尺 10個 代表100公尺 我對數字真的很不行 1個圈圈 2個圈圈的間隔啦 就是10公尺 然後 10個圈圈都是100公尺 100公尺 法規是規定說 比如說我現在速限100公里 除以2 就是40 850 50公尺 所以呢 我要切換的時候 我要注意 跟前車保持安全距離 還有切換的時候 所以要注意前方大概50公尺 就5個圈圈就對了 那如果你是在80公尺 80公里的路段的話呢 除以2就是40 40公尺 所以有一個小小的技巧 你可以看那個黃色的圈圈 以我基本上是 那種不太會算數字的人來說 也不知道50公尺大概有多遠 我們看呢 它在半自動駕駛的部分 是要做選配的 那這台車其實它沒有選配 所謂的ACC啦 或者是兩個車道居中 但是它有基本的就是 車道維持的 應該說 車道偏離的警示 那它的警示比較不一樣喔 65公里以上的話 時速到65公里以上 它就會啟動 然後是在儀錶板這邊 有一個綠綠的車子 然後旁邊兩線道就是 它就抓到車道的話 然後它就會呈現綠色 那如果說你偏離的話 它的聲音很特別喔 偏離一下給大家看 有沒有 有沒有 那個 它就 那個兩下 這個挺有趣的 跟一般的車不太一樣 還滿有意思的 今天花了快六個小時的時間 從台北到台中來回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老天爺啊 就是我花了在五個小時五十六分 然後呢行駛里程是三百四十點九公里 然後平均油耗十點一 然後車速大概平均是六十 那就表示說我在高速公路啦 然後還有一般大路真的塞爆了 然後就是它的油耗讓我覺得還滿驚訝的 因為我也是開這個車格大小的休旅車 然後基本上沒有看過十 以這樣子的用路環境來說 平均來講的話 我大概就是像市區的停停走走啦 甚至於是高速公路啦 等於說它的這個十點一的話 它的可以說是模擬大家平常的用路的環境 所以呢我覺得沒想到 我今天開的這個MAKAM S 它的平均油耗還不錯 可是基本上開保時節的應該 不會在乎油耗吧 這個我也不曉得 SUV為什麼會成為全球市場的顯學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有很強的實用性 如果你要載很多東西 等於它空間的機能運用上面 也會比一般的房車啦 或者是其他的車款像新貝車來的好 所以我呢準備了這些行李箱 看看呢它們是不是能夠裝進 MAKAM的後車廂裡面 所以MAKAM的後行李箱啊 有500公升 如果在第二排座椅沒有傾倒的狀況底下 然後我把四個行李箱都塞進去了 有大然後有胖胖箱 然後甚至於有登機箱 然後還有這個化妝箱 全部都放進去了 那到底可不可以把門關起來呢 看看 是可以讀 有看夢想街57號 就是東森的 我的節目的朋友應該就知道啊 我的好姐妹嘉宇呢 她其實她心中的夢幻車款有兩款 是的有兩款 一款是 一款是那個MAKAM 一個是那MINI COOPER 然後呢今天呢竟然 冠儀把我的第一名的夢想車款 開到了我的面前 因為之前妳上我們節目的時候有看到MINI COOPER 對 可是妳說妳心中的遺憾就是 沒有開到MAKAM嘛 那嘉宇妳最喜歡MAKAM的什麼地方 車頭車尾還是她的車側啊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呢 她的車尾 很多人喜歡她的車頭 但是呢因為我有一次 開車在路上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知道MAKAM這個車款 然後我就在她的後面說 這台車的屁股怎麼這麼好看 她是誰啊 然後呢我還特地就把她拍照採摸 她說欸這台車它叫什麼名字 因為我連MAKAM那時候都還不知道什麼唸 然後呢就憑我跟我講說她就叫MAKAM 然後之後就很愛上這個車子 雖然是還滿意氣 但是未來只要呢 有機會的話呢 我也想要可以入手呢 我的夢想車款 因為她的屁股真的太美了 她真的好認真在賞車喔 嘉宇我問妳喔 很多人說MAKAM的那個後座啊 其實是很擁擠的 妳覺得咧 妳身高170幾公分欸 那妳覺得坐起來會不會 不會啊我自己呢坐進來我覺得 欸還滿舒服的 因為我每次被人家在的時候啊 就坐在小車我其實都會覺得說 有點不太舒服 但是妳看我今天才穿的就是 線型鞋 所以其實如果妳的後座太窄的話 我會整個就變成這樣 會給我窄 但是妳看它整個是可以幾乎是 有點40幾度啦 超過應該有900度 欸 好啊 有有超過90度以上 對對對 可是她比較可惜的是說 她中間不太能夠坐人 如果是中間坐人的話 就比較擁擠一點 還真的滿適合妳 我覺得女生開這個真的很帥欸 真的喔 好美喔 就會覺得說那個 整個那個 氣勢都不同 其實很多人啊 為什麼其實MAKAM她會賣這麼好啊 因為大部分人會買雙 就是可能考慮雙B的時候 這種休旅車 那她的價格大概都250萬左右 250萬以內 可是呢因為MAKAM她把那個價錢拉低了 哇喔真的嗎 對 她為了要把價錢壓低嘛 所以她有很多東西都要選配 她們承襲了50年以上的就是妳 妳想要什麼配備妳自己選 對而且有太 她有一些配給太多 妳還真的用不到啊 對 自己選妳自己想要的 可是妳開起來 比如說妳現在開的是進口的先備車嘛 那如果說以妳現在突然間換成這樣子的中型的休旅車 妳會不會覺得中間有沒有那個銜接上面的適應器 可是我覺得妳才 我覺得應該完全沒有欸 感覺上 哈哈哈哈 這車寫了我的名字 哈哈哈哈 應該說就是開起來真的蠻順手的啦 因為我前幾天開的是MAKAM的S版本 它是3.0V6的引擎 那這個是2.0的四缸引擎 所以其實它在動力上面 光那個0百加速就不太一樣了 S的話大概0百加速5.1秒 這一台的話它的0百加速好像是6.7秒 我們不會去做這種競速的 對 更重要一點是行路的品質 因為其實家瑜妳都是在市區開 對 所以呢其實油門的掌控啦 甚至於妳不需要這麼大的馬力對不對 沒錯 因為妳在市區妳也無法開快去的 不過我也是妳旁邊都是這麼多的車子 嗯 MAKAM可以說是非常Hardcore的一款車 雖然它是修旅車 但是呢它真的開起來非常的硬派 可是呢舒適跟操控的樂趣 保時捷它完全沒有妥協 就是在操控上面 我最近因為蠻長時間開MAKAM 我覺得它跟一般修旅車不一樣 是尤其在過彎的時候 因為它其實是算是在豪華的中型SUV裡面來講的話呢 它的車高算是最低的 所以它其實根據它的這個外形 也相當跑車化的一個設計喔 所以它整個操控起來真的 保留有那種有一些些那種911的 那種這些的操控感我自己覺得啦 然後加上這個PDK人家說 PDK呢就是保時捷的神病利器 那PDK它在換檔的時候 真的是反應的速度真的是比較快 如果說呢 當然你要選擇一些選配上面啦 第一個我一定會選Keyless 這是一定要的 我覺得這個是便利的配備啦 天窗我不會選 但是呢 Apple CarPlay N3 Auto的話 我一定會選 對於這種露吃的人來說的話 這個還蠻重要的 然後加上它有一個 就是它這個計時套件 跟這個快速的選鈕的切換啊 其實是在一塊兒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選的 然後我覺得它基本的入門的配備啊 座椅有八項電動座椅 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那至於其他的這些配備啊 比如說像我在車上不太聽音響的 我覺得有或沒有都還好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至於其他的那一位 我還可以選喔 我記得